大家好,我是阿菲 歡迎收看圓機 今天是九月一日,農曆七月十七 是學生開學的大日子 新學年繼續努力讀書 這麼多位家長就最開心 接下來每日圓機都是由我主持的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而嫁娶、開市、移駛 最旺的生肖就是兔 你們的事業運很旺 吉星高照,事業有突破 表現獲得好評 鄭欣宜就是熟透了 她最近的情況真的很令人擔心 突然間消失四個月 說是受情傷、工作失意、情緒病發 甚麼都有 不過唯一可以肯定的 就是她在露面的時候明顯瘦了很多 欣宜上年橫掃新城港台 刺冊ViuTV 四個頒獎典禮的女歌手大獎 可以說事業運到達頂峰 不少人都擔心她如果繼續消失的話 其他歌手會爬頭 不過運程講明 因而事業運旺有吉星 相信她不用多久 就可以見到她很開心地復出 再加有靚哥 事業更上一層樓 屬馬的人今天有貴人相助 事業上更加有大的發展空間 好好運 聽完新潮運程 是時候聽我增加情ANGEL講聲著 大家未來聲譽都會見到我 好開心每天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幸運星 今天的幸運星是水平座 你們的運氣好得令人羨慕 應該做些有意義的事 楊千華就是水平女 近年專注內地發展的她 頻頻在社交網上出post 和粉絲交流 早前她鋪了一輯表明是沿途的照片 見到已經49歲的千華 臉還很緊致 沿途零皺聞和瑕疵 大批內地朋友都讚她少女感實足 跟新澤師妹時期一樣漂亮 美女反到橫童 只是post輯相已經有這麼多人like 千華果然有運行 如果去做善事還會更加幸運 至於射手座的人 今天要保持好心情 好好控制脾氣 身體會更健康 ANGEL 你平時看中醫還是西醫多 雖然我的樣子很潮 但其實我也喜歡看中醫 有根源自棄嘛 那就對了 考一下你懂得多少種草藥 到底以下哪種草藥是真的呢 A.C.苗米 B.珍珠米 C.紅草米 給大家想想 全部都不像草藥名字 你是不是騙我的 誰有空騙你 答案是B.珍珠米 主字盆腔濃腫 名字好像很可怕 正所謂病向前中醫 身體又不舒服就要盡快看醫生 那就沒事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